赌王何鸿燊在5月份正式宣布去世,以时间成为了全民关注的新闻。 毕竟何鸿燊是澳门超级豪门中的掌门人,一直被称为是澳洲赌王,资产足足有5000亿,是中国的超级豪门了。 去世以后和红参的十多位子女,也一并合体现身,一家人终于聚集在一起,也能感受到赌王家族人员的庞大。 近日,赌王和红参的同期到来,各房女子都分开现身参加仪式,最受关注的还是赌王找孙的爸爸妈妈,和尤军和西梦游,超级西梦游自从嫁入赌王之家之后, 就很少在正式露面参加工作了。 刚刚生完孩子的西梦游身材已经恢复得很好了,照片中的她穿着一身黑衣,中长款的毛浪外套,搭配黑色的紧身打底裤, 一旁的长孙之父和尤军也同样一身黑衣,戴着黑色的棒球帽,看上去十分的低调。 赌王二太太的孩子们也都纷纷到达现身,二太太的孩子中也是普遍低调,照片中的是二太太。 索性的女儿和超凤,和姐姐和超穷一样,都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,因为是参加这种严肃的场合。 和超凤穷穿搭也很简单,黑色的无袖上衣,素颜也很简单,搭配黑色的八分锦身负,身材还是很苗翘的。 和超穷是赌王的继承人,也是赌王最喜欢的女儿,因为和超穷继承了赌王的经济头脑和商业头脑,在事业方面相当成功。 曾经还是香港第一女首富,可见她的实力,照片中的和超穷穿着黑色的拉链运动外套,下半身搭配收腿的夸松运动长裤,裤子也把和超穷的身材显得特别鲜瘦,脚上搭配黑色的挺地步鞋,虽然和超穷本身非常富有,但是穿戴真的看不出来。 大房的女儿和超穷也一定现身,大房一家应该是赌王的众多老婆和孩子们中最低调的一家了,女儿和超穷也很少公开露面,照片中的她将头发剪得非常短,身材也有一些发浮走样的趋势了。 穿着黑色的中式刺绣外套,下半身搭配黑色的刺绣长裤,一套中式的长装穿出了和超穷大气的感觉,整个人走起路来,还是相当的气派。 三太和女儿也一起现身,在赌王众多的孩子中,还真的只有三太的孩子们,是全家颜值最高的几位。 不过三太近几年来看,也是肉眼可见的,有一些变老了。 照片中的三太看起来很沧桑,穿着黑色的圆领短袖,搭配纯黑色的运动风外套,一旁的大女儿穿着黑色的牛仔外套,同样打扮得非常简单。 一头极尖短发按发起来,整个人气场都很强大。 一头极尖短发起来,整个人气场都很强大。